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光偶6N137 光偶6N137它的八角是供电,五角是接地 六角是输出,七角是使能端 二三角是光偶的初级输入端 内部有LED,也就是发光管 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当我们这个七角使能端,它内部有上拉电阻 当它为高电位的时候,我们在前边输入一个信号 那么后级就输出一个低电位 也就是六角就输出低电位 如果我们前边不输入信号的时候 六角就是输出高电位 因为它是极电级开漏式输出 所以呢,需要加上拉电阻 那么我们给它前边的发光管供一个电 我们看一下 当然,二角供正电 三角供负电 我们看 现在内部的管导通了 这个工作方式呢,要建立在我们的七角为开路 或者是有上拉的时候 因为七角它是属于一个高电位 再加上我们前面输入信号 它才能够使六角输出低电位 使我们的LED灯珠点亮 如果七角为低电位 我们前面输入信号 这个LED灯珠也是不能够点亮的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 在供电角和D之间 我们要有一个电容 如果没有这个电容的话 我们看它是受干扰的 也就是说这个芯片不能够正常工作的 光偶的输入端 也就是说内部发光管 需要一定的电流 比如我们用二级管档去驱动 我们看是没有反应的 虽然我们的二级管档有数字显示 但是它没有反应 我们只有用一定电流 我们看这个是五毫安的电流去驱动它 而且正级要接二角 负级要接三角 它才能够被点亮 这就是它的特性 这个就是光偶6N137的应用电路图 它的二角和三角内部有一个发光管 与我们普通的光偶一样 但是这个发光管的驱动电流 要比普通光偶的大 因为用我们万用表来驱动 后级是没有输出的 它的一角和四角是空角 八角是供电 最高电压不能够超过七伏 它的正常供电电压在4.5伏到5伏之间 五角是接地 七角是使能端 六角是输出 七角使能端当为低电位的时候 也就是说因为它内部有上拉电阻 当它接地的时候 或者是通过某个元件接地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六角呢就不能够随二角和三角的控制 也就是不能随这个发光二极管来控制 当这个七角为空角或者是为高电位的时候 那么当我们这个发光二极管发光 也就是说当三角接地 二角接供电 因为我们知道它需要一定的电流 所以说呢 当二角为高电位 三角为低电位 内部发光管发光的时候 那么通过内部的光电二极管 从供电端 然后导通到这 加到宇门的输入端 使这个位置为一 由于我们这个使能端同样为一 两个输入端都为一的时候 后端输出高电位 也是一 那么我们这个三极管开始导通 因为它的导通电流大于15毫安 所以我们这个350电阻 在五伏上的电流 全部通过它入地 也就是说后端输出零 当我们的七角使能端为低电位时 也就是说有一个输入端为零 或者是前边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 有一个输入端为零 后端都是输出零 那么输出零 这个三极管就是截指的 三极管截指使这个位置为高电位 也就是为五伏 向后级输出高电位 为了抗干扰 在这个芯片八角和五角之间 必须有一个0.1微法的小电容 在这滤波 如果没有这个小电容滤波的话 就会产生干扰 不能够正常工作 6137是一个高速的驱动管偶 这是它的粘质表 感兴趣的朋友仔细研究一下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